讓我先test一下這個 我自己按就好 大家好我是崇智 那我現在在凱大醫院麻醉部工作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麻醉 以及麻醉帶來一些風暴的故事 麻醉風暴是還蠻好看的一部連續劇 那只有短短的六集 那他從一個麻醉 在麻醉當中出現一些醫療事故 捲起一些風暴 這些風暴包括醫師過勞 醫療人窮 以及整個醫院的降化體制 甚至到醫院評鑑 甚至醫療糾紛這些點點的問題 他在這麼短短的故事當中 描述了這些小小的議題 好那我們先簡單的劇情回顧一下 右上角你看到這位男主角的臉 你就知道說這醫生真的是非常勞累 兩眼無神 而且這是在工作的狀態之下 然後左上角他說的這句話是說 他是藝長夫人 在醫院裡面可能會遇到很多很多的VIP 這些VIP 可能重要到比一些命危的病人都還要重要 那右下角指的是說 為什麼這個病人不收 我不懂 因為一個急診的病人收了進來之後 那院方高層因為某個VIP 要求把這位急診的患者轉院 轉院過程中就像邱小妹一樣 就出了事情 那這位醫生就後來就出事了 好最後左下角是說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什麼討好VIP做好醫療評鑑 那主要就是因為積極通過評鑑 那就可以升得成為醫學中心 那可以跟健保所收取的費用就更高 好那麻醉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最大的印象就是這樣 一針毛利小麻就睡著了 但是其實麻醉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專長是什麼 我絕對不會跟你講說 我專長是讓你睡著 我會說我的專長是讓你平安的醒過來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專長 好 大家來看他這張圖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看起來很像最近的骨架走勢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 懷孕的婦女在剖婦產當中 他生命真相的變化 他的心跳血壓在短短30分鐘 真的可以看到這樣很明顯的劇烈起伏 那麼如果是你看到這樣劇烈起伏的話 其實應該會相當感到害怕 那麻醉科醫師的工作就是 在你麻醉過程當中 我要想辦法讓這些高低起伏的 這些生命真相 維持在穩定的範圍 用白話一點的講說是 我讓你睡著 但是你的身體可能隨時要跑馬拉松 可能隨時要跑百米賽跑 可能隨時要潛水隨時要游泳 那我的工作就是取代你大耳功能 讓你在開刀過程中出現這些狀況的時候 都是穩定的 那麻醉風暴其實他台詞有些非常精彩 他男主角第一句話是說 對病患來說 我們永遠是戴著口罩 戴著髮帽 永遠認不清楚長江的麻醉科醫師 就像右上角這張圖一樣 但是其實 對我們來說 麻醉科就像在風暴裡 拉著一條生跟死的風箏線 那我們只要一放手 可能病人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會其實在命懸一線之際 緊緊的拉出這條線 然後手部就病了 這其實是我平常的工作 好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遇到最恐怖的案例是 媽媽是個 也是我分享一個媽媽 那一樣是她是一個前置太陽 在剖布殘當中的時候 寶寶很順利的出來 但是因為媽媽就開始大出血 出血量是 就是她在半個小時內 流了一萬CC 等於是你身上的血 已經換過三輪了 對 所以我們要在這樣的情況下 趕快幫你救回來 那 你可以想像說 在你的肚子裡 血是這樣 像開水龍頭的浴缸一樣 那 副產科醫師 就是我右下角的副產科醫師 他所面對的 要想辦法趕快吃血 而我們麻醉科醫師 就是補 我們就是補師 想辦法把你的血補回來 這是我們平常遇到的工作 然後跟她分享 其實台大麻醉科 台大醫院裡面 有個叫無間道團隊 那 右下角 這位是產科醫師 他把小朋友 接生出來之後 如果小朋友先天心心掉命 就會交給心臟科醫師 有其他的問題 就會交給小兒科外科醫師 甚至說他呼吸掉的問題 就會交給耳皮歐科醫師 這些都是在開他裡面工作 但是在這個團隊裡面 其實少了個人 那其實他 你幫我點一下 你可能點到嗎 好 他其實少了一個麻醉科醫師 麻醉科醫師 常常在這種場合 其實很容易被忽略掉的 因為 你可以上商業週刊 擺大良意去搜索 你找不到一個麻醉科醫師 對 那在這種場合 麻醉科其實是重要 但是我們常常被忽略掉 那可以說是 他們如果說他們是無間道團隊 他們是劉德華、梁朝偉 那我覺得 麻醉科醫師 至少是黃秋生真智慧 所以其實我們是最佳的配角 但是配角往往都是隱身不見 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事情 我們常常是這樣 在開刀房裡面 就很默默的隱身當我們的配角 但是你可以觀察到更多更多的事情 那風暴就這樣席捲而來 就在某一天我晚上值班的時候 我手上有一台刀 他去開一個外科手術 但是他出血量也大概三、四千了 所以他數後一定要去加護病房 但是同時間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case 他是我們某某前教授的夫人 那他只是開給盲腸癮 那外科醫師跟院長就說了 這位某某夫人 他數後需要住加護病房 然後這時候心裡就想說 那我另外一個病了怎麼辦 好結果我們醫院的選擇是 讓某某夫人住進加護病房 我們想辦法讓那個開刀的病人 再找另外一間可能比較好的病房 或是想辦法擠一張加護病房給他 這是我們醫院裡面所做的事情 我們注重的是VIP 再跟大家分享 這其實隱隱約都透露出 我們醫療裡面其實是相對不正義的傾向 傾向出現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這兩個人大家一定印象很深刻 是那一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的頂尖對決 就是省醫加斷神豬 好 但是他們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還有一些交集 在連勝文那一年發生槍擊案的時候 他就緊急的送到台大醫院 然後柯文哲那時候是創傷醫學部的主任 我必須坦承說 柯文哲完全沒有參與到救治他 或是幫他開刀 完全都沒有 但是他處理的事情是 在連勝文還沒送到台大醫院的時候 什麼加護病房 急診 然後開刀房都為他準備而好了 甚至是一些很久很久都沒有值班的那些名醫 他們通常你從來沒有在晚上六點之後 看過他們出現在醫院裡面 但是那些名醫們都在 都為了他 在那個時間裡大概八九點的時候 就是在病人可能都還沒進去 他們就已經進到開刀房準備了 這就是特權 他那時候只是一個有錢人的兒子 他就很想有這樣的特權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因子 這是我那一年在太陽花的一個照片 那這張照片其實重點不是我 重點是中間這一位 他其實那時候已經 他有生病 腎衰急需要洗腎 他們突然感染了一個心肌炎 心臟衰減 嚴重到可能差一點點就要心臟移植 但是那時候 要想辦法幫他在台大醫院找到一張加護病房 然後讓他準備可能要裝夜空模式 竟然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連我是他朋友 都發現說這個其實執行起來非常非常的困難 你就知道說真正病危的患者 真正需要享受到那些醫療待遇的患者 其實都沒辦法像連什麼樣 擁有這麼好的醫療照顧 好 在我們台灣裡面醫療支援 醫生的時間跟開刀房加護病房 其實是有限的 這些如果東西有限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 如果再出現一次巴仙城堡 再出現一次美濃地震 其實你會看到說 在這樣我們醫療其實是沒辦法應付的 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沒有辦法得到 我們應有的醫療照顧 這時候你就會用你的生命體驗到一句話 叫做限量式殘酷 這些東西限量真的是非常的殘酷 好 那這次我們來勇強地正答一下 為了提醒讓大家 對醫療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必須知道 醫療的政策是誰來決定的 新的一介立委 有沒有人知道哪些是醫療公外背景的 完全都沒有嗎 好吧 我原本有準備了兩本書 說我們交情在前都要送出 再吝嗇 對 好 如果這題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交給下一題 好 我們醫療公會背景其實有 好 在民進黨在68個立委裡面有五個 文庫 吳坤玉 陳其邁 林靜寧 洪偉者 柯建民 其實他們都是醫療背景的 那國民黨這個 好吧 如果最後一個吧 陳一敏這個 他竟然跑去台南大地震的現場說 其實台北拆中正橋 其實沒有這麼重要 趕快把那些大型機械搬來台南救人 比較重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腦殘的電話 難怪他是藍色的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腦殘 好 那 有講真打下一個 蔡英文有什麼樣的醫療政策 或者是他想聚焦在什麼點上面 有沒有人知道 恭喜你 你要哪一本 你幫我推薦 你適合這一本 好 其實長照就是他左上跟左下 他的政策 那有些就是 這些大家其實是要去關心的 因為這跟我們未來的情形相關 那醫療的話 大家其實可以去看 右上角其實是醫療膜 那還有一些粉絲團 那中間是我說的施錦中醫師 那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有趣一點的 像這些 其實都是一些漫畫 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那我最後一個禮物 其實也是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等一下也可以有講真打 那我推薦大家 一定要去看 在台北裡面 陳跟中講的 這只有大概十分鐘的演講 那第二個是 外科醫師大面具 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的到 那是楊思巨醫師所講的 那是楊思巨醫師所講的 這兩個其實都非常的精彩 那如果你對這些議題真的有興趣 那現在最熱門的是 DRG 醫療糾紛跟病人自主權利 好 那最後 我這邊畫了一本書 是剛剛裡面 粉絲團裡面的 劉玉智的刀下人間 他是專門寫寫作的 那我就這樣問好了 劉玉智 如果大家有知道他的本名 應該這是他的本名 他的筆名 有沒有在蘋果日報上面看過的 小字子 來 小字子 對 來 小字子 希望今天的演講 人剛剛提醒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一張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一些醫療上面的小故事 跟一些醫療發生事情 大家可以從這些粉絲團 或是小漫畫裡面去得到 好 謝謝 謝謝